0918强震中受损的玉里大桥 从地震过后只开放北上路线双向通行 南下路线因为位移情形严重 考量到行车安全是封闭禁止通车 而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说 曾经考虑到民众认为只开放北上路线车道 在过年的时候车流量会太大不能够负担 因此建议公路局是不是可以开放 不过公路局表示说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南下路线还是必须要封闭禁止通行 0918强震中受损的玉里大桥 自从地震过后只开放北上路线双向通行 南下路线因为位移情形的严重 考量到行车的安全 现在仍是封闭禁止冲车 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 考虑到民众认为只开放北上路线车道 会担忧过年时车流量大 建议公路局开放 不过公路总局表示 用路人行车的安全 南下路线仍是封闭禁止通车 过年前南下这边会开放吗 不会 因为有安全有余力 那现在最重要就是 原本我们现在 那条原本是北上的 北下这一条 之前是怎么样 它是唯一一个路道 唯一一个路道车子在走 有很多摩托车也好 或者那个老人的那个住户车 后面再稍微一摇晃 车子会起很危险的 那现在春节的时候 回来车子更多可能会起得更严重 那是不是能够让它那两条线都能够 除了在载后前往补墙修复之外 在近日政工所也将尽速的依照受损程度 进行全面性的路面维修工程 现在针对此处 也已经争取到了41亿元的工程经费 预计在农历年前发薄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